五成于你得多少啊 等于我 潘内明星暴露文化水平名场面 张大大作为主示人 连选手名字都不会读 名字我有点不太认识 一名同学 这是在整我 最后还得求助导演组 哎呀 佟老师 张大大这文化不够 尴尬来走吗 邦文静的数学更是离谱 节目中算数时 频频发呆出错 23加4等于多少 我一加四都不知道得多 我不会算数 我十一内的加减法都弄不明白 这简单的加减法不会 宝文静这也太离谱了吧 相比之下 王宝强的数学水平 好像还可以原谅一下 五成于你得多少 等于零等于我 等于我 先算惩罚 先算加法 先做加法再惩罚 多少头 叫下他 教不明白 杜海涛一语道破呀 陈鹤的文化水平在综艺上显如无遗 介绍福建特产时 陈鹤动了点小机灵 福建have a great tea 撒烘泡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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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鹤这简单粗暴的解释 水平不够 也就只能技术来凑了 不仅如此 陈鹤的英文歌也有所造诣 快点泰姆 快点free Pay的求准 勾红 路克路克 勾红 路克 路克路克 年纪们还是犯了点时间步步课吧 靠小机灵来解答问题 是成不了多久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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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